俄國的新兵訓練場 普清在國防部長蕭伊古陪伴下親訪視察 還手仰下場親自趴到地上 抓起狙擊長槍 跟新兵一起打靶 普清爬起來後 拍掉衣服上的塵土 擁抱了一名士兵 繼續視察其他新兵的裝備跟訓練 普清也親切問了士兵 訓練裝備是否完善 得到的回答 讓他滿意的敲了一下桌子 只是前線傳出的影片 展現的卻是另外一回事 這群部署到盧干斯克地區的俄羅斯新兵 抱怨他們訓練裝備樣樣都缺 普清不僅在烏克蘭戰場上吃憋 上個月對國內動員徵兵 也遇到重重困難 普清過去就喜歡展現硬漢形象 裸上身騎馬 釣魚 大袖西裝底下的好肌肉 潛水捉魚 麻醉老虎 為北極熊裝信號發射器 騎重機玩滑翔翼 開飛機搭潛艇 還有普清熱愛的柔道比試 跟幾乎每年都要來一場的冰球比賽 這次公布的新兵訓練視察影片 很符合普清一貫的宣傳風格 展現他飽到未老 無所不能勢必公清的強人形象 只是專家認為這一次俄國民眾恐怕不會買單 美國媒體就取得一段俄國新增士兵跟家人的通話記錄 抱怨不但要自己買裝備 還被迫跟高層一起拍影片 美化宣傳 鼓勵更多人入伍參戰 我們在我們自己的裝備花了60-70萬元 而他們的裝備給我們 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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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都很露燈 我把他們給我製造的武器 所以你們不能看到露燈 我們購買了所有東西 快要求我們購買我們的裝備 這名士兵還說 新兵試煉十分草率 一群人看了一次教官示範發射大砲 就算受訓完成 至少一半的人都沒看懂究竟該怎麼做 戰場上所需要的技能 只能自己想辦法學習 其實普清一公布真兵令 二國就湧現軍事裝備 購買人潮 有來購物的後備士兵就說 只期待國家給基本的保護裝備跟槍枝 其他東西自己準備品質才有保障 儘管戰場失利跟動員真兵都讓普清聲望備受挑戰 專家還是表示目前看不出俄國會有政變推翻普清的跡象 俄國著名反對派納瓦尼則再遭到當局指控 恐怖主義跟極端主義的罪名 加上新的刑期恐怕會在牢裡關上30年 顯示普清持續打擊反對勢力毫不手軟 TVBS新聞與適應綜合報導